大家好 我是小斌 我這個頻道主要會跟大家分享 很多有關健康 生生減肥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今天我換上運動的衣服 可是在一個床上 為什麼呢 平常在我的頻道跟大家分享過 很多有關於運動的東西 大家都說 你做的運動好棒喔 之後就會有一個 但是 我沒有時間 好吧 那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五個動作在床上也可以做 而且對檢店的小肚都非常有幫助的喔 我平常很想真的在我的頻道裡面 我不是一個健身教練 所以我平常比較少跟大家分享運動的動作 因為我怕我會叫錯 可是這五個動作真的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 右手就會碰左腳 然後左手就會碰右腳 我們坐的時候呢 頭了要離開我們的床 可以用我們的手去秤一下我們的脖子 每邊說十五下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做完第一個動作呢 就會覺得肚子燙燙的 這個時候呢 不要停 我們立刻做第二個動作 就是在身體冷掉之前呢 立刻做第二個動作 手放在脖子後面 然後呢 頭要離開脖子 左邊的手鐸碰右邊的腳 右邊的手鐸碰左邊的 然後腳好像踢腳踏車這樣 踢的時候呢 我們腳不會這樣子 整個放進去床上呢 我們要懸空的就是這樣子踢 然後呢 我們總共做三十下 預備 三 二 一 開始 嗯... 接下來的動作呢 我們就是 也是躺著 然後可是我們的腳要這樣子放 大概就是膝蓋跟肩膀是一樣的穿 把我們的屁股這樣子翹起來 好 我們現在就做十五下 預備 開始 剛剛第三的動作呢 做完之後 除了覺得肚子很有感覺之外呢 還覺得屁股酸酸的 然後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是打側坐的 我們終於有打側坐的動作 因為呢 我們一看電視部會這樣子躺著它 你要這樣躺著它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是最居最好的動作 躺好 身體要一直健的 然後呢 我們就把腿這樣子往前 然後往上面 然後放下來 往前 然後往上面 然後放下來 然後我們做十五下 預備 十五下喔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這個動作的話 就是對我們大腿的外側 就是屁股外側這一邊呢 就是可以收到那個肥碌碌的 那我們最後一個動作呢 也是肚子跟屁股的動作 那我們就是 這樣往前踢之後呢 我們就往後 往後踢上去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手要撐好喔 那我們也是每邊做十五下 你都知道我了 吃完了啦 好吧那今天五個動作的分享 到現在已經完結了 我拍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我本來其實是邀請我老公 跟我Baby參與 鄭多燕的運動影片 後面有幾個人跟他一起跳 我覺得他很帥 可是他不願意 做完這五個動作之後呢 我覺得很熱 而且會流汗 而且會已經很純氣 所以這五個運動其實做起來也還蠻累的 真的還蠻有效果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比較像是一個分享 不是一個教學 就是分享給大家 平常在最嚴世公熱的時候 在床上會做什麼樣的運動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從這個影片 一點點一點點的很簡單的運動開始 然後把這個東西加在你的生活裡面 一起過一個健康的生活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 給我一個讚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每天晚上跟著做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還有打開這個小鈴鐺 那以後我們有什麼新影片呢 都會立刻通知你囉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還有 我跟Russian看你做了 我們都覺得餓了 欸你要做蠢拍一下 我用這個遮我的臉好了 這樣腿肺好像不太好看這樣 理你咧 呃 呃 然後想要說 還有如果大家想要多了解我的生活的話 可以加我的Facebook和IG喔 這樣要努力運動喔 拜拜 拜拜 拜拜